高百何许人也,竟敢交百美国总统,现年51岁的战胜高百是世界第一大刷脚联盟WWE的名人唐成元,曾低造传奇的173连胜,他的内台剧情实力可以说无人能及。 巅峰师的他曾立法体重超过450斤的大袖阁,使出强悍的战胜支持招式,可谓力大无穷。 顺便提一句,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样,也是WWE名人唐成元,近日以来,战胜高百开始从自己的推特上,向特朗普发送一些非常奇怪的消息,消息里提到总统如何如何威胁到他以及他的妻子。 高百在推特上说,他再也无法忍受特朗普对自己和自己妻子的威胁了,他扬言要跟美国总统在擂台立刚一波正面,我们来看一下高百发的内容的一部分。 你为什么要威胁我和我的妻子,你这个傻差,虽然你是总统,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你先获得的权利去威胁别人,我们应该进擂台刚一波正面,别带你的保镖。 就你跟我,我挑战你打一场拳击比赛,你这个混蛋,老子特么的要载了你,联邦调查局因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的要求拜访了我,真很有趣。 特朗普,我现在在去华盛顿的路上了,抱选后别走,为了反国际问题的150个行为,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声喊出来吧,干得不错嘛老兄,所以我们来打一场吧。 不过,高百的团队随后做出了解是,高百的推特一直是一些不还好意,刺激而动的黑客的攻击目标。 我们团队会继续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,而当时,高百正在其他地方录制节目。 很快,高百也在推特上,表示自己的推特被黑了。 他并没有向特朗普提出任何挑战,而特朗普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回应。 高百和特朗普多年前曾是好友,但他们后来闹翻了。 高百曾在2015年这样评价特朗普,我尊敬他,但那是在他几顾我之前。 大家觉得呢?高百果真是推特被黑了,还是一时冲动口出狂言,然后又干一张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、评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